好 父亲节即将就要到了 花莲市公所为了要向各福气站 社区关怀据点等表达祝福心意 特别准备食用的环保碗制赠给长辈 那么这个礼拜开始呢 是由市长魏嘉燕陆续前往发送礼物 也提醒长辈留意台风动向 做好防台措施 迎接即将到来的父亲节 花莲市公所正积极筹办父亲节表扬大会 趁着父亲节前夕 花莲市公所为了向各福气站 社区关怀据点黄建站及老人会 表达祝福心意 特别精心挑选玻璃环保碗 便宜期待水果沙拉等食品 本周期由市长魏嘉燕陆续前往发送礼物 我们到了非常多的社区 那我们到一些福气站 跟我们所有的老大人们 慰问之意 那今天有到了我们民校礼 还有我们的祖农礼 民生礼 还有我们国风跟我们吉保干 还有祖泉礼 那五个社区 我们到现场跟我们老大人慰问 那在父亲节前夕也祝福我们所有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那也辛苦了 那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来奉献 那在这边也是我们台风来的前夕 也跟我们所有社区的长者们说 待会下课的时候 一定要到看看到市场或是到一些超商去做一些采买 包括我们手电筒泡面 蜡烛 还有一些可能一些带子等等 那也希望说 家里的我们的窗户能够用我们胶带来给它贴起 那可能这次台风 虾带的雨量会可能会非常的大 那也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务必要做好防台措施 那最后也祝福我们所有社区的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那一切平安 华林市公所表示 此次提供的环保碗 共计发放1600份 保含市长与市公所同仁满满父亲节祝福 为家宴并提醒长辈因应台风 做好防台措施 留意自身安全 华林市父亲节北洋大会 将于7月29日上午9点在芙蓉大饭店举行 邀请市民朋友 共同向伟大的爸爸们致意 记得讲报应华林市报道